有有应该有讲过这一题吗 没有 没影响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假如说我传递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部分的话 就是有几个成绩下 这边有 呃有有26个成绩的 那我们就从agment里面传递参数过去 那传递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最高分要秀出来 最低分要秀出来 然后呢 有几个人几个人是60分以上 然后总平均为多少 那我特别注意哦 画面上面是取到小数点的第6位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哦 他这边有讲哦 若有小数点请取到什么 第2位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后面有讲说输出讯息 与画面相同 参考画面相同 到底要看这个的还是要看这个的呢 可能是看上面应该是看上面了哦 不过这个是有扛有错误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将来考试都应该会更正吧 如果没有更正原则上还是以文字叙述为主了 就是取到小数点第2位好了 那这地方该怎么怎么去做这个程式啊 其实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也是一样怎么样 把那个参数接到吗 那就不是啊 啊个啊 一个阵列 那阵列里面有6个值 抓进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做就是说 接下来 呃也是一样跑圍圈判断有没有及格吗 那如果及格的话就大于60 啊如果不及格的话 那那就是那也要做个抗的 所以基本上啊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那大概了解一下逻辑 接下来的话呢 呃程式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跑出来就这样 那首先的话我们主意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传递参数 我已经把参数设定好了 而且把6个参数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6个成绩 68分一直到59分 把它放在argument里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要宣告哪些变数呢 因为我需要怎么 需要一个加总 所以我宣告一个sum的一个变数 再一个呢 及格人数 big60 我就叫big60 就是及格的 总共有几个人及格的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去做什么呢 去做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基本上啊 就是怎么样 把参数 参数部分怎么样呢 这个阵列丢到一个什么 前面一个 因为这个参数是自串阵列 所以呢 我就用前面这个来接了 这个写法 我想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就是for each in for each的方 就是说 呃 就说